伯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遗忘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了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凌晨 考了FM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史无忌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宋世南 近日呢 也就是2月21日 中央公布了一份重奔文件 声称 不仅新建住宅 要推广街区制 原则上不再建设 封闭住宅小区 还要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 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也就是要拆墙了 这个文件和新闻一公布呢 马上段子手们都炸了锅了 比如说马伯庸这个段子手就写了一个历史段子 话说李世民穿过玄武门 骑袭东宫射杀太子 李源吉 文之大惊 东宫首位生严 太子怎么会被二哥偷袭 李世民大笑 建成的小区 建成的小区也得开放道路啊 是不是很冷呢 那么再来一个热一点的 我昨天看见的最神的评论是一个网友问的 他说我就问一句 围墙都他妈猜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往哪刷呀 围墙都猜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往哪刷 这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状态中家贾家也吐槽 他说十几年前 他就在文章里说过 北京的拥挤有个原因就是大院太多 比如从李世路口到公主坟三公里 只有两条往北的路 中间全被大院隔开 有的大院比如军委钓鱼台 比北京市的级别还高 现在要拆围墙 人民日报拆吗 钓鱼台拆吗 贾家的这个询问可谓比较激烈 我的小兄弟网红 王武士就写了一个诗来回应贾家 这个诗的名字叫六尺像 就是春晚赵薇唱那首歌 就新华社的评论说 赵薇的六尺像就已经提前宣誓了 拆墙搞街区制的动向 所以呢 春晚我们可能还需要重新看几遍 那里面藏了好多政策的副笔呀 六尺像 王武士写了一首歪诗六尺像来回应贾家 怎么写的呢 叽叽歪歪为赌墙 让党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油载不见当年 秦始皇 我觉得呢 这些断子手啊 吐槽者啊 都是有一定的幽默感和一定的观点的 还不算盲目的吐槽 当然了党媒对网络的舆论也迅速回应了 像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叫 中央要求拆除小区围墙 不是拍脑袋决定 不是拍脑袋 拍屁股决定的 那倒不是 这篇评论呢 是说什么呢 他说封闭小区是当前城市病的一大病因 随着大众用地开发越来越普遍 宽马路 大广场 超大封闭 社区行程 迫使人们 不得不开车出行 却堵在路上 摊大饼市的城市扩张 不但造成街区 移居性不高 社区活力缺乏 引领不少人的城市生活并不快乐 为此呢 为了让人们和谐移居 富有活力各具特色 所以呢 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而以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大约大约要逐步打开 正对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呢 时评人 莫兹许 他吐槽说 他说 党国真是越来越幽默了 为什么大众用地或大型封闭小区那么多 还不是政府自己闹的 一来要把市政建设甩给开发商 一来是招拍挂之后受程序和投入限制 美中土地的规模也不可能不大 所以呢 就算是有城市病 那也是政府亲手制造的嘛 如今房地产进入黄昏期 玩法又变了 呵呵呵呵 这是莫子许的看法 不过呢 花千芳与周小平齐名的中国两大网络 心锐心贵神器 花千芳一个好像是为什么东西的 另外一个是讲待遇的 花千芳说 小区是一种特权 小区是小区业主的特权 而消除特权是大势所区 虽然封闭小区业主特权很小 但也得消除 他说了一句非常醒目的话 花千芳说 不管怎么说 基层政权应该交给居委会 而不是小区的物业公司 把这个拆墙上升到了基层政权的高度了 花千芳不简单哦 花千芳认为 拆墙是因为基层政权应该交给居委会 而不是什么小区的物业公司 而推友MDMGS早就看出了这一点 关于基层政权应该交给居委会 而不是小区的物业公司的这一点 这位推友说 他说拆除小区为强 是精心算计的社区重构 以摧毁业主共同体 虽然呢 现在国家是无缝不入 但这些年呢 房地产经济有一个客观结果 是达成了社区权力的物理分割 而议委会的法律地位呢 也阻碍了居委会 对居民生活的全面干预 打掉围墙 就是肢解社区共同体 将民众彻底原子化 这样民众没有任何组织能力 更加的仰赖政权稳定 我觉得这位推友说的也不无道理 当然呢 要拆墙 最主要的 要解决的难题 可能还是因为交通 但是呢 拆围墙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交通堵塞呢 这个是很难实证的 何况造成如今的住宅封闭的原因 归根到底也不是民间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的说法 封闭市小区 为什么在这十几年来 一直在蓬勃的兴起 像国家发改委 有一个综合运输研究所 宏观城市交通市 他的主任 陈世东就说 他说其实呢 街区市小区 开放市小区 很多年前 专家学者和建筑界 就在仓岛 但是阻力呢 比较大 一直没有成功推行 为什么阻力大呢 陈世东认为 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呢 是在文化理念方面 生活小区就是需要围起来 这个理念呢 影响了城市规划和房产开发 这是问题根源 第二个呢 是土地在出涨方面 它一直是大块出涨 而不是小块出涨 这也造成了 封闭式小区的风行 第三个是自然管理等方面 像封闭大院的管理 给人感觉更安全 需要的安保和物业 也会比较少 打开后呢 在安全上面 会遇到很大的焦虑和阻力 他说的这三个问题 可能也是存在的 但是仔细我们来琢磨一下 造成封闭式小区的 这三个根源 归根到底 都不是民间的问题呢 比如说第一个 文化理念方面 小区就是要围起来 这个是单位制的残余影响 尤其在二十一事件以前 在从一九四九年到两千年之间 单位制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 人们需要一个单位 由单位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取得自己的生存的可能性 甚至取得自己身份的合法性 于是同时呢 在城市里面 各种单位 他也会把自己的办公机构和宿舍区给围起来 单位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是很重的 所以呢 一开始修的很多小区 它是模仿单位大院 他都得给修个围墙 所以呢 这所谓文化理念 其实是单位制的影响 不是说中国的民间传统 一直就是小区就是需要被围起来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古代当然那些生宅大院 它会有围墙 但是有很多平民和普通人的 吃和围墙等等 它是没有围墙的 我家搭门仓搭开 换一进来做做什么的 所以第一个呢 从九十几年代以来的小区 喜欢封闭式设计 主要是单位制的影响 然后他指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大块出完土地 那这就是完全是 政府的土地财政的需要了 招挂拍的程序 它使得美中共房产开发的土地 不可能不大 因为土地财政的需要 第三个问题呢 没有安全感 这个也不能怪民间啊 我们要仔细琢磨一下 为什么很多老百姓 都没有安全感 对吧 所以归根到底呢 这位陈主任所说的 造成封闭式小区 在这十数年来 风行的三个原因 都不是民间的问题呢 所以呢 也就有专业人士建言 他说与其忙着考虑拆围墙 不如考虑怎么先把商品房开发的 或者建筑用地的地块变小吧 要把那些动不动就上百万 甚至几百万平民的巨无霸大牌 赶紧先拆分呢 不然呢 一边你在拆小区的墙 一边你还在继续修一些巨无霸的商业地产 和继续的来巨无霸大盘 那怎么办 一边拆一边建 多麻烦了 就有脑子的人想一想都知道 要拆封闭式小区的墙 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这个问题呢 本来也是大部分程度上是官方造成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有时还是要不避麻烦 来推出这项政策呢 我的好朋友 系列学者唐一红就分析说 他说小区拆墙的确是一件 可能给决策的权力集团带来许多麻烦 实际上呢 又难以奏效的一个尴尬的政策 表面上看来呢 这应该是针对城市交通拥堵 已经束手无策 才无奈推出这个政策 因为尝试了多年的摇号啊 现行啊的政策 仍然无法这个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 现在呢 就以小区拆墙作为制度的突破口 这其实呢 已经部分反映了决策者 已经没什么牌可打了 于是同时呢 还反映了决策者 以及基本上司的 对决策风险的规避能力 就是说如果政策推行中间 造成了许多剧烈的冲突 你怎么办 这是有风险的 但是呢 决策者以及基本上司的 对决策风险的规避能力 最后呢 决策者对使用权力 已经没有任何忌惮 唐一红呢 将这三点归纳起来 就是穷困衡 所谓穷呢 就是说留给决策官员的资源 时间和选项 已经不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呢 也反映了决策官员 所侍奉的大boss 越来越没有耐心 大boss哦 喜欢吃那啥的 然后所谓的困呢 概言之 就是决策官员 长期以来 对真实的民意和民众心理 缺乏起码的认知 他们所能获得的 社会民意数据 基本都是正能量 而且正能量 是经过挑选和粉饰的 所以呢 决策官员 既无是可能记录民意 也不具备对已经进入的民意 如何沟通疏导的 有效方法 所谓困 最后所谓恨呢 概言之就是 决策官员 在大boss的鼓舞下 已经对出台和执行政策的 法律及道德障碍 毫无顾忌了 法律如果不支持 我们就重新解释法律 修改法律 重新立法 道德如果不能自洽呢 那么就组织舆论 弘扬 激激面 放华全方 放周小平等等 与此同时呢 删除和封禁那些 不怀好意的 往我之心不死的 评论 但是 拆强政策 真的能推行吗 有人就认为 拆强政策是非常难推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与以前的强拆不一样 强拆很多时候 涉及到的确实是 社会底层 比如城市里面的 中低收入者 和乡村里面的 平民 平民老百姓 而这一次的 拆强执行的 波及面呢 基本上是针对的 他遇到的主力的对象 那是城市的 中间力量 或者说精英尖程 很简单 因为居住在 中心城区 封闭小区的人 基本上都是属于 城市的 中等以上的阶层 很少有社会底层 那么大多数人 都是比如 所谓的白领啊 商务人士啊 公务员啊 明星艺人啊 和各行业的精英 而这些城市 中等以上的阶层呢 他们掌握了 一定数量的资源和人脉 而且他们 中间有许多人 本身就是官僚阶层的精英 还有很多公务员 级别不低的公务员 他也住在 封闭小区啊 甚至有些 也没有住政府的大院 自己出钱买的商品房 他们现在也可能 面临自己的小区的 一个围墙要被拆了 而现在呢 小区拆墙 不仅很明显的 侵犯了业主的物权 而且必然呢 要降低他们的生活品质 导致物业的贬值 像比如说 本来在市中心 道中取静 围个大院 就是环境不错 市政改造之后呢 就临街了 再比如说呢 以前有围墙 全封闭 安保24小时寻职 是有私密性的 现在呢 是公众随时都可以看你 你在桥上看风景 人们在楼上看你 就随时你可以被窥视 那些公务员 如果要把二来三来四来的 就更有可能 被置于群众 阶毒的汪洋大海 不过好像 朝阳区群众一般都举报 举报的是群众 你们发现没有 朝阳区群众很早举报官员 朝阳区群众一般都举报群众 什么吸毒啊 嫖娼啊 或者是说 说反动言论啊等等 朝阳区群众就出动了 但是呢 朝阳区群众好像从来不举报官员 朝阳区群众 爱群众 也恨群众 好我们说回来 就是说 鉴于我前面说的 就是说 小区拆墙 不仅是侵权 而且必然降低 这个小区里面 业主的生活品质 而且还可能导致物业的贬值 因此呢 拆墙政策的推行 特别是如果是差别的 强势的推行 拆掉切墙 这样不可避免的 对相当数量的城市的 中等以上阶层的 切身利益 和生活方式的一种侵害 那么呢 这部分城市的中间阶层 其中也包括不少 官僚系统的成员 甚至官僚精英 他们必然会以各种方式 来抵抗拆墙的实际执行 比如赵鱼论啊 比如说 在现实生活中的 实际的这个抗争啊等等 从而呢 会给执行行动 拆墙的行动 带了相当压力 那么对于执行的官僚来说 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呢 心理学的唐彦宏也分析了 对于执行的官僚来说 在重重压力之下 一开始官僚们可能倾向于 从技术上夸大困难 消极懈怠 哎呀老大这个不好弄 但是一旦老大加大督促 这是政治任务 你必须要讲政治 你必须给我干 干不好你就下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执行官僚 接下来的更可能的反应 就是无差别的全面推行 扩大波及人群 比如说 从技术上只需要拆除 A小区的围墙 就足以疏通交通 但是呢 只拆A小区而不拆 靠着他的B小区 肯定更容易激发群体型事件 那么A小区的就会愤怒 为什么只拆我不拆他 就是说大家有时候要比苦的 都拆了 可能话就没那么多 只拆我不拆他 肯定就要闹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心理现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A小区要拆 为了交通 然后顺带的把邻居 B小区也拆了 没得你闹 那么这就很容易 将政策的技术目标 本来是为了拓展 城市交通的技术目标 转变为维稳的政治目标 凡是相关区域的小区 无差别 一刀切 强推皆去治 而就是上述的 这种种心理上面的 这个变化 不仅反映在 某一区的执行官僚 而且会在整个城市 甚至全国蔓延 最后呢 有必要 没必要的城市小区 很可能都会演变成 一刀切的 哇 全部推墙 推倒 这次推倒的不是柏林墙 推倒的是 我们自家大院的墙 推倒柏林墙 我讲过一期食物鸡蛋 朋友感兴趣的 可以去搜索 在考拉搜索 食物鸡蛋 有一期叫 推倒柏林墙 带累的微笑 满精彩的后 好 我们说回来 那么另一方面呢 在执行过程中 即使发现 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决策官僚和执行官僚 也几乎不可能指出 这个事是错误的 需要悬崖的嘛 因为只是错误 而且要求停止 无异于是 仕途上的自杀 你跟上面对着干 你不讲政治呢 而这一点呢 我不久前讲过一期 食物鸡蛋 有乾隆的基层维稳 与整风运动 其中就讲到了 你要指出老大是错的 那你很危险 他会马上说你 敷衍射责 说你官僚作风 说你办事不利 要问你的责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面 将错就错 是承受上面 巨大压力的 执行官僚们 最可能 最可靠的心理选择 因为掌握了 舆论的官僚们 不仅可以炮制 渔民的舆论 也同样可以炮制 以上的舆论 只要控制的舆论 错误和失误 就不大可能穿帮 而且所谓政绩呢 成绩政绩呢 也可以从废墟中 包装出来 不过呢 很多人也认为 现阶段的政策 抛出可能只是 投石问路 如果在逐渐推行中 决策官僚们 意识到民意的抵制 担心激发群体事件 也完全有可能 找到台阶下 然后呢 这个小区拆墙 也就慢慢无疾而终了 而我个人觉得呢 试点肯定是要搞的 全面推进 他也可能会试的 但是要实现 是不太可能的 最终呢 就像人们说的 这个千夫所指 无疾而终 很可能是这项 离奇决策的 真正结局 在关于分析 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 甚至是预言 这个执行官僚的 这个心理和打法之外呢 也有学者提出新的思路 你可以拆 但你只能拆 单位大院和政府机构的抢 你不能够 肆意的去拆 老百姓小区的抢 这是在 FT中文网上 一篇不错的文章 一位评论人 刘波写的 小区拆墙恐惧 拷问中国城市文明 刘波说 他说 从原理上来讲 如果是在一个 现代的法制社会中 到底是要建设 封闭式小区 还是开放的街区 应该由企业自行决定 然后呢 由市场上的购房者 来进行自主选择 政府可以引导 为了公共政策的目的 可以进行引导 但一定要保证合法公平 而且呢 也尽量的不能使用强制手段 而是协商 说服 博弈的一样的手段 就是说在西方城市 街区之确实是很流行的做法 但是呢 西方城市也不是说 没有这个封闭式的小区 二者是并行不备的 理论上呢 在实行土地是有制的国家 如果封闭式的住宅 的确造成和家居的拥堵问题 损害了公共利益 那么政府呢 可以通过合法程序 对其内部道路进行征收 并给予公正合理的补偿 甚至呢 私人土地所约者 可以和周边居民达成协议 由后者购买土地的通行权 总之 在产权明晰和法治确立的情况下 面对安全生活与交通方面等不同诉求 那么政府与私人之间 私人与私人之间 都可能通过博弈达成各种简决 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的推出一纸文件 然后轰隆隆的就强制执行了 当然呢 西方和中国的这个特点也有很多不同的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简决这个封闭小区的 这个博弈思路 他的一个前提是 别人是土地私有制 而中国呢 现实法律规定了 所有城市土地都是国有土地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个所有权是可以衍生出其他物权的 即使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面 只要这些物权的权力边界和权能 可以明晰 问题同样是这个 可以借鉴上述思路来解决的 好 我们回到我们中国了 我们不去看西方了 回到我们本土 回到此时此地 当前呢 那么拿到土地 一般有根据中国法律 两个主要形式 一种是 化波 化波的方式呢 那么土地费用很低 甚至是无偿的 一种是出让 出让呢就是支付土地出让金 也就是土地财政的这个来源 嗯 那么呢 像单位大院 大多数都是有 土地都是有化波的 而在这在各大城市都存在的 单位大院 它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 而其实呢 像现在 单位大院也日益的不合时宜 许多大院居民也平静了这种生活方式 而愿意购买商品房 选择更自由和更高品质的生活 而这种单位大院的普遍存在呢 其实他们也割念了城市空间 嗯 扎居的交通拥堵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现在呢 根据法律 化波的土地 政府是可以根据需要收回 从而拆掉单位大院的拥堵问题的 所以呢 打开 率先打开单位大院 打开单位大院 不好意思啊 我的普通话 麻烦 率先打开单位大院 拆掉单位大院的墙 那么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 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这一决策是应该支持的 而且呢 这个与此同时呢 还应该打开的是 政府机关所占的道路和场所 这是相当合理的 很明显 中国有很多政府机构是封闭的 啊 占据大片土地和内部道路 啊 土地使用力极低 我在西方 我也去过这个 一些西方国家 我可很 几乎没看见过 政府机构是有大墙的 啊 里面缺很多地啊 干嘛的 啊 还有很多路啊 那些 没没围墙的 西方的政府机构 绝大多数都是没围墙的 像比如说 我在麻省待的时候 麻省的州政府 他就是一栋普通的楼 他门前有一个阶梯而已 有一个台阶而已 根本就没有什么围墙啊 什么的 没有大院的 而中国很多政府机构是封闭的 啊 有大院的 啊 这样呢 他占据土地更多 而且与此同时 土地使用力很低 嗯 那么政府机构 其实他所占有的 这个空间的开放 是势在必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机构 是一个这个工作区域 他本来就对这个 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 相对普通的小区要低 而且呢 在政府机构工作的 都是成年人啊 身强力壮的成年人 他不是需要特殊保护的老人和儿童 你把他围起来干嘛 而且你本来就配备了 很强的安保力量啊 有站岗的 哇 有卫兵啊 或者至少有这个 很强大的这个安保 他和一般的居民小区 不可同志而语的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打开围墙 是为了缓解交通堵塞 啊 是为了公共利益 那么政府 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政府在现代社会里面 政府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 服务本位啊 我们不是以后服务本位政府吗 所以呢 无论从经济性 公平性 还是政治伦理的角度讲 那么占据了过多公共空间 把它把自己的 这个楼围起来的 这样政府机构 它应该是更早拆墙 开放大院的 所以呢 有首歌不是就说过吗 今生今世要拆 就一定要先拆 政府大院的墙 拆单位大院和政府大院 在法律和政治伦理上面 都说得过去 于是同时呢 那么居民住在小区 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因为居民购买住房的时候 他所支付的购房款 其实已经包含了 这个承担了 这个相关的土地出账金 他购买的是完全的 住宅区的土地使用权 不仅是房屋所占土地 还包括这小区的绿化啊 这公共设施啊 然后会所啊等等 而只有明确的这个法律依据的 像物权法 就第73条就规定了嘛 建筑小区 这个区画内的道路 业主共有 区画内的绿地 业主共有 啊现在你把墙一拆 道路共有 绿地共有 这个并不合法 也不合理啊 而且呢 在居民在购买住房的时候 显然也考虑到了 小区的封闭性 安全性 这个移居性的诸多因素 并且为此呢 还支付了不非的 这个房价的这个款项 现在呢 要打开住宅小区实现 内部道路公共化 相当于把这一部分 小区土地的使用权 收归国有 其实是一种征收 既然是征收呢 当然需要经过震荡程序 并给予一组补偿 而且呢 道路公共化 而给小区安全性 环境和移居性 造成的损害 居民也应该得到 额外的利益补偿 显然不能根据 像一纸文件风行 就开始把它 这个强行的这个征收 那么必须要有严密的法律依据 要制定严格的程序 然后各方呢 通过谈判 来达成公平的 政策方案 当然了 在我们有我们的国情 在当下 要求有 这个严密的法律依据 严格的这个程序 然后各方谈判 来达成这个公平的 这个 拆强方案 好像有一点 与虎谋皮 又不太现实的 那么呢 我们的讨论 从一开始的 这个政策本身的 这个目的 目标 然后呢 谈到这个 造成现在封闭小区的 这个原因 再谈到这个 政策出台的心理 和执行的 可能的这个变化 然后再谈到这个 有学者对拆强的 先拆单位大运 和政府大运的 这样的建议 我觉得还是 说的蛮多了 那么也就差不多了 最后呢 说句题外话 其实呢 拆强也不是 都会被我们反对的 比如有个强 如果能拆掉 相信绝大多数人 都会支持 欢呼 赞的 什么强呢 嘿嘿 当然是 网络防火墙呢 Great File War 不解释 嘿嘿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下期再会 食物鸡蛋不听不散 拜拜咯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